再來是今天的美食旅台時間 來看親節的朋友可能都能吃過這個中華鍋貼 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說這個中華鍋貼的老闆李文廷 他在2030年前就在台北市中華路開店 後來是等到高雄這補兜典的中華路重新來創業 因為說他們這個鍋貼營店的料理是很受歡迎 來變成了中華新出名的電影美食 這家店的經營已經有30幾年的歷史 一開始我們是在台北西門町中華商場那邊經營的 後來是因為我老公是北斗人 他才回來北斗這邊創業 那就是回來這邊很受鄉親啊 這邊北斗的人都很支持 大家吃的口味都算還合口味 所以我們在這邊已經做了20幾年了 來到北斗人的中華鍋貼 常常可以看到很多營養生意這麼好 也口感他們的料理是受到消費者的歡迎 經濟給這裡表示 他們早期就是由台北斗花路開始做去 後來回來到各鄉創業想不到一幾點就大小歡迎 老闆就這樣一直做下去 他們除了鍋貼大小歡迎以外 他們的蒸餃、蒸餃、湯、還有各種的食材 也都是很受歡迎 我們的鍋貼跟外面的鍋貼的特色是不一樣 是皮、酥、會脆、裡面有湯汁 蒜辣湯的口感也不錯 就是現在我們那個蒜辣湯銷售也是 就是可以說是講說一天可以賣好幾百碗 很多客人都喜歡吃我們的蒜辣湯 還有玉米濃湯 小朋友最喜歡玉米濃湯 我們都是很講究新鮮、品質、衛生畫面 還有那個材料我們都是用最好的材料 我們的都是現做的 經歷了解當初李文廷 再到補刀店中心創業 一開始也跟我們賣太多食材走賣不完 想不到前一天營業 不到兩點前就將所有食材都賣不完 他們有了信心 還跟上老闆料理很有天分 所以中華鍋貼的越做越好 那時候沈開始做了只有五斤肉 但是五斤肉開始營業到達就沒有了 所以等那邊一直蒸到一直蒸到 蒸到後面再來開這間 但是我是各位客人 大家會痛苦 大家要讓我們去中華鍋貼爭 很多消費者都推薦中華鍋貼 他們表示老闆做人很客氣 料理變化也很多 好吃又更爽 所以不管是大人 還是青少年都很喜歡吃 他們是推薦消費者 有機會可以來中華鍋貼吃看看呢 在那邊還有他的蒸餃 酸辣湯 這是過期都收入很多 受到大家很歡迎的這些產品 這幾年 我們的李大哥哥開發了一些麵類 比如說這個紅燒牛肉麵也好 還是牛筋麵 甚至三寶牛肉麵 都受到大家很歡迎 尤其這幾年來我們做大混沌麵 聽說也有很多人客的店來用 他的食材也很豐富 幾個中菜式 包括沒有骨骨的豬腳 還有阿根廳的肉類 這是一支片 李大哥特別推薦的 所以說可以來這裡用餐 中華很多 口味也很讚 所以說可以是我們好朋友用餐 吃好的地方 都用很新的 很讚 他的蒸餃 他的蒸餃口味有很多種 有鴨鴨味有香菇 有鹽味 少年年輕人的口味都很香 這個大家 還有他的芋頭 芋頭切的 用得實在有夠好吃 Q 還有順口 大家吃的口感越吃越愛吃 至於一些小菜 這個外帶 阿薩 在這裡小吃 家庭小聚會 他說每天分庭肉絲 這間的口味是越吃越好吃 所以 值得 回味無窮 還有 還有一些特色 就是說他隨時 手都在變 這個老闆 外面他南北地都在家 他手都在變 所以他的口味越做越好 越做越實在 繼續說到 我所以我常常來 今天這個美食團 來到我們本店 波拉店 中華路 中華國店 本店 你看 美食盡在眼前 你看 這個人這麼多 你可見就知道 本店實在是有什麼 很好吃 我來這裡已經有N次了 今天請大家 告訴大家 多多來品嘗 經濟中華鍋貼標示 因為鍋貼很受歡迎 他們最近 還要退出了 宅配給母 現在生理是越來越好 所以民眾 如果想要吃兩隻 好吃的鍋貼 除了到現場 來吃一看 不可以 打電話來買 在家裡 就可以吃到他們的料理 宣新聞掌缸 平坡大報道